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來開箱了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什麼東西呢 之前我有跟各位介紹過 2000綠棉系列 比如說2097 2091 2297 2096 之類的 我們都叫做2000系列綠棉 那2000系列綠棉的話呢 它的 各位看一下好了 不然有些可能 初學者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 就是這個 各位看一下 2000系列 顆粒過濾綠綿 那麼 以工業上來說的話 比較常使用的就是這些綠綿 那它有很多的種類 那不管它有多少種類 其實它們的那個 呃 就是大小是一樣的 但是用這個綠綿的時候 其實常常很尷尬的地方就是 它就是 它就是只是一片綿 那它外面沒有任何的防護 那我們之前的話呢 有介紹過這個 這片蓋子 就是可以把綠綿 裝在這個 用這個蓋子裝起來 那它有一個缺點 它有一個缺點 缺點就是 背面 背面是露出來的 那 其實找了又找 最近的話 就是說 你們最近 前陣子已經 找過了 就是日本的FREAM 有出一款 那個 叫做200J的編號 那它的話呢 長這個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它的箱子 那它的箱子的話呢 看一下標籤 小心寫在這裡 好 給各位看一下喔 好 那這款200J的話呢 那它是一小箱 裡面有 這邊有寫到嘛 有十包 然後十包為一箱 好 那把它打開來齁 好 打開之後呢 裡面其實就長這樣啦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 那我們拿出一包 來做開封的 好 好 那我們 首先呢 先來看一下裡面寫的 裡面會附上一張紙 就是它的說明書 好 全部是日文 我看不懂 還不應該英文什麼的 算了 因為它這個 這款 這款 就是這款東西啊 這款 它的那個 蓋子啊 它主要是 我覺得應該是對日本市場 好 因為它像我們 FREEN台灣 就沒有賣 那之後可能會啦 我請那個 總公司 問一下 日本的公司 願不願意 賣來台灣 好 那我們就 批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繼續下去 好 這邊 好 看不懂 它這邊應該是這個啦 這是製造日期 是19年的2月7號 背面的部分 它就會有一些說明 它就是一些保護蓋 這一坨是什麼 不知道 倒在查一下Google吧 那它有說安裝的方法 那我們就按圖說故事囉 好 好 我不知道不能亂掰啦 這樣可以嗎 它的意思應該是說 好 我們照的說明書來說 好不好 我先講一遍好了 我看它的那個樣子的話 有點像是說 先 就是這樣 邊弄邊 邊看 好 先準備 先準備一個蓋子 然後呢 把那個濾棉 放上去 好 那我們用那個 2097示範 把濾棉放上去 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好 把濾棉放上去之後呢 壓一下 誒 誒 誒 我有個大膽的想法 如果我直接這樣用呢 可不可以啊 其實也可以誒 這個有沒有很類似那個之前那個 這個 這個焊接用的 這個塑膠蓋 那那個以厚度來說的話 其實這個算 這個比較薄一點 這個比較厚 但是論質感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 這個有印 Freen 各位有看到嗎 好 反光一下 這樣看得到 有沒有 Freen印在上面 好 那 之前我們有說過這樣用可以嗎 那現在這樣的話 可不可以這樣用 如果你偷懶的話 當然也是可以啦 不是不行啦 好 有沒有看到 好像不會掉 好 又打岔了 好 那我們繼續 好 那它的話呢 就是要卡住 卡榫 這邊的話 各位看一下 這很薄 厚度不厚 不過這跟 把握厚應該沒什麼關係啦 因為重點就是 卡上去之後不要掉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它有三個爪子 就把它卡一下 應該是這樣吧 把它卡住 它應該是說三邊 叫我們注意一下 三邊都要卡住 好啦 我瞎掰的啦 可是我覺得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好 再來呢就是說 那個 把它 把它卡上去 好 卡上去 咦?在卡上去之前啊 咦?我們先卡好了 不好意思 應該是叫我們壓住去卡吧 等我一下 試試看 有感覺到了 有感覺到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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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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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卡好了 很難卡 不知道出名書寫 喔OK 這個65系列的話很好卡 那我們換75好不好 換75 75的話我們來卡卡看 OK 修也很好卡 我等一下要解釋為什麼那麼好卡 其實是有原因的 好 那 好接下來我們繼續講看出名書上寫的 他接下來有講到說如何拆 拆的部分的話 轉四分之一 另外反向的話也是一樣 這樣 這一段我就不知道在寫什麼了 好 他的意思是說拆的部分 拆的部分的時候不是轉上面這樣轉 他是說要捏住 給各位看一下喔 捏住這樣轉 反向 他應該是說逆時針的意思 逆時針轉 拿下來 好 那他也有教我們 這邊有講到 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啦 雖然說呢 我日文看不懂 但是好歹 我看了圖片 我就知道他在講什麼 他的意思就是說呢 不是他的意思 就是說 他如果要你開蓋子的話 要怎麼去開呢 開蓋子的話 我先把它裝回去了 他的意思啊 就是說如果你要上下分開的話 他是建議你 原廠是建議你 裝在上面的這樣子拆 我覺得這樣行不行啊 是 應該是要這樣子 拨邊邊喔 拨邊緣 像這樣子拨邊緣 就可以了 他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要把那個 棉拆下來的話呢 那就是建議 裝在 我們的房東面具上面 去做一個拆的動作 把他轉 好 我懂了啦 這個1的意思呢 就是叫你先開蓋子 2的話 再把它轉下來 轉下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換濾棉了 就是這樣子 他的意思應該是說 不要 叫你不要 叫你不要這樣子拆 因為你這樣拆 拆不到 扣扣扣扣不到 好不好 拆不掉 那我 我會建議各位 就是當你不要用的時候 你再去拆 不要在那邊 天天拆啊 裝啊 拆啊裝 那個 樹蕊成會被你拆得毛渣渣的 那我之前的話呢 你看像這樣開就不好開 他的意思應該就是說 叫你裝在房東面具上面 再把它做拆 好 再這樣拆會比較好拆 那我的話 我之前是這樣摳 但是我覺得他這樣子講是正確的 為什麼咧 因為如果說 因為如果說 你直接這樣拆的話 你手勢必會搓到這邊 你可能會污染到裡面的棉 所以說呢 這樣拆也不好拆 不會啊 媽的 好啦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照說明書講 不要聽我們在那邊亂講 好不好 當然你要自己這樣拆是沒問題的 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你給他拿下來要拆的話 我的話可能會想要試試看 行不行 欸可以耶 所以說 可是他可能怕會搓壞 反正你挑一個不要那麼尖銳 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看你啦 就是 重點就是 重點就是 不要把棉搓壞掉 好不好 怎麼下過來啊 好啦 好 那我們來講解一下 就是剛剛我們遇到的問題 為什麼我的6300那麼難裝 為什麼65和75裝起來沒有問題 我給各位講一下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大圈圈 雖然說卡榫的話是卡在這上面的 不是卡在上面 是直接這樣卡著 等於說它的底座 這個是它的底座 它的底座是夾在它們兩個的中間 那這個底座的話 各位看一下這個圓圈圈 看一下圓圈圈 這個底座 剛剛好去合這個圓圈圈 所以說我們剛剛那樣裝的時候 就會很好裝 那75的話也是喔 有沒有 這底座是下去的 可是呢 尷尬的地方來了 來看一下 它卡不住 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會跑來跑去 所以在不是同性圓的狀況之下 我可能會裝歪 我找不到點 所以說呢 如果說要用那個 要用6200的話喔 就可能不是那麼好裝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裝在6200上面 6300 6100都一樣啦 那我建議你分開裝 就先放一片這個 再放一片 對 可能要這樣看一下縫隙 對一下 好像對不到 對到了 轉一下 OK 就卡好了對不對 看好了之後呢 再把它壓一下 確實壓好喔 好 OK 這樣就可以了 那拆的時候 就不用這樣拆了 那你要這樣拆也是可以 這樣捏也是轉 好 這樣也可以 我們再試試看把它裝回去 好不好 再試試看會不會好裝 不是很好對 但還是對得到啦 還是可以啦 那我會建議初學者的部分的話 就看你 想要直接這樣拆裝呢 還是說 如果你反覆弄弄弄弄弄不到 那剛剛我用的那個第二個方法 你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分解動作啦 那如果說你要直接這樣裝 老司機 如果你已經是老司機了 那我就推薦你這樣 直接拆直接裝 好 那平常不用的時候 我建議啦 綠棉蓋就是蓋著啦 好 這樣子可以減少那個 被弄壞的風險 好 那你們一定會很好奇 就是說呢 如果 就是 如果說 裝了這個蓋子之後 吸氣效率會不會降低呢 我自己試過覺得還好 就是不會差的很多 因為你平常在使用的時候 它就長這樣子 就是 除了正面 看一下 除了正面這個部分 正面的話你吸的時候 氣流會這樣進去嘛 就這樣子進來 那背面的部分的話呢 你看背面其實孔洞還蠻多的 而且它這個設計其實有巧思喔 各位看一下 有看到嗎 這一條一條的 好 也就是說呢 你的那個綠棉呢 你的那個綠棉 它其實不會貼著那個塑膠 它是浮起來的 如果是浮起來的話 它就會有空氣 再導流進去是沒有問題的嘛 好 那我們最後來試試看 試試看 再裝一次看看 誒 幹 這支怎麼對不到 唉呀 鬧死 好啦 我果然不適合用6162 6300 誒 對到了 各位看一下 記得要轉喔 它上面是寫說轉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是吧 好 OK 轉90度是不是 好 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 這樣子 好 那我給各位演示一下 如果說這樣裝好的話呢 我們還是65和75最好裝的 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灰色的 這樣講 我們也把它裝上去好不好 好 好 給各位看一下齁 這個是那個裝上22系列的 這個是20系列的 好 問題來了 很尷尬的地方 各位還是算說那個粉紅色 沒有那麼粉紅的啦 但還是有一些些 好 那我們戴上去之後呢 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這是你的眼睛的視角 這樣看出去會有兩坨在這邊 看人啦 我是覺得還能接受啦 看起來這樣 OK 好不好 OK OK 好 我們把它裝在那個7系列上面 裝上去之後看好不好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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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裝起來大概就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下一段的話 會帶給各位看齁 我用75做示範 好不好 好各位那我們就是來示範一下 我們的那個75 75系列的話 如果說配上那個200J的那個濾棉的話 會長什麼樣子 啊 那我們就直接試了 看 看 好 那我們接下來試試看那個 675 575 575 616263系列的 好不好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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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啦 我覺得那個 66663這樣裝真的不是很好裝 因為它 因為它這邊有個橡皮軟墊 就是 跟那個65跟75不一樣 欸 怎麼那麼難裝 還是還可以裝啦 我覺得 還是要拆開吧 好 其實這樣不準對不對 我這樣算是用DT系列 好 好 這是那個66663系列 好 滴滴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那個 65系列 好 就是 6501 6502 6503 好 不論你有沒有QL 齁 就是 6系列大概就是這樣 都是這樣子 那我帶給各位看齁 好 我們首先 我先把我外面裝一下 好 那我們把那個 綠材裝上去 好 好 其實 其實 六五真的很好裝欸 六五跟七五 比起來 好 我提醒一下各位齁 蓋子一旦裝好之後 好 你做負壓測試是沒有用的 好 原因是什麼 負壓監點沒有用的 原因是因為 它這邊 它這邊都還有進去 所以就是正面塞住的話 背面其實是好會 還是可以繼續吸氣 所以你做負壓監點是沒有用的 好 目前這樣使用隨便 但是 使用起來還是沒有什麼問題 OK 那就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的那個測試的話就到這邊 那後續如果說 對那個200J 還有什麼 那個 疑問或疑慮的話 也歡迎在我影片下方留言 我一樣齁 老規矩齁 看完影片之前 再點叉叉 或是 點下一部影片之前 記得喔 幫我按個讚喔 好不好 拜託 OK 我們先這樣子齁 掰掰